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些颠覆三观的话题 大家听我慢慢说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 但凡涉及变法 比如商鞅变法,李奎变法 胡胡其色,王安石变法 务俗变法等等 十有八九都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的 那些失败了的变法 咱们暂且不说 就说那些公认为成功的变法 其实是有很多坑的 比如商鞅变法 作为秦国崛起的根本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可用八个字来概括 强军若名,举国根战 无论是军功制,保甲制,连坐制,俊宪制 商鞅变法核心的目的只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加强君主的集权 彻底废除贵族分封制 对于军权的限制 一方面是思想钳制 行为限制 最大程度的弱民渔民 使群众无论是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无法反抗 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国家的发展一切都仰赖于不能停止的对外扩张 在集商鞅思想大臣的商君书中 去墙毁伤若名之类的篇章赫然在目 你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两千多年 他都是禁书 成为这个帝王术的核心 历史书上只教我们商鞅是如何习目迷信 但却没有告诉你 商鞅为了推行新法 最多的一天在渭水变杀了700多个反对者 渭水为之染红 他推行变法的根本不在于逆信 而在于制造恐怖 这种模式说透了是不是很熟悉 这不就是我们熟悉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吗 无论是墨索里尼之下的意大利 天皇体制下的日本 还是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 都是这个模板 亲国之力疯狂未战 内杀强民外战强敌 初期都获得了疯狂的成功 但是当国家的资源不足以支撑战争 或是遭遇内忧外患之时 往往就轰然倒塌 秦国强大的根本是什么 当一个国家 他完全不考虑民众的福祉 以及文化发展历史传承之类的 举国之力就是为了一人之天下 发动战争去消灭敌人的时候 这种流氓心态一般人是干不过的 如果所有的屁民都像情人一样 只能通过上战场去割下敌人的头颅 才能改变命运的时候 这种禽兽之师获胜或许是常识 但不代表他就是进步之师 正义之师文明之师 他只是我们熟悉的落后战胜先进 野蛮战胜文明的这种冷兵器时代的惯例 所以毫不含糊的说 商鞅变法是中国乃至全世界 法西斯军国主义最早也是最成功的样板 他在西方有一个男生兄弟 就是斯巴达 他所谓的富国强兵 富的是一人之国 强的是一人之兵 跟老百姓一点关系没有 这种以高度集权疯狂扩张为 国家发展核心驱动的野蛮变法 取得一时的辉煌不难 但最终失败是他不变的寿命 因为他的核心就是反人类的 不可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要讲到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秦朝的统一 是中国历史的大退步 大家如果了解一点先秦的历史的话 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既然商鞅变法如此迅速的 让秦国取得了成功 为什么山东的六个诸侯国 不抄作业呢 谁会跟成功过不去呢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先秦时代奠定的华夏文明的根基 是贵族分封制和旅乐文化 它和秦国举国跟战的这种军国体制 是格格不入的 分封制能够奠定周王朝800年的国运 那核心就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以文化人的这种统治思想 华夏族虽然是依靠武力不断的殖民扩张 但是能在数百年之间 不断的散播文明 扩大自己的地盘 华夏族并不是完全靠杀戮 而是靠修文背武 靠先进的龙根文明 礼乐文化去征服四周的这些所谓蛮蚁 第二点就是地方自治和权力的分隔 贵族的权力层层分隔 对王权军权形成了极大的限制 实际上就形成了多个互相牵制 互相竞争的地方权力中心 这种地方自治的形成 是春秋战国时代 诸侯竞争 人才流动 思想爆发的根本所在 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中国人 跟后世的中国人差异如此之大呢 这其实就跟分封制度密不可分 所以史书中 山东六国对于秦国通常都有一个灭称 叫做虎狼之国 从骨子里面看不起秦国 不认同秦国的这种变法 这间啊 成语里面 还有两个词和秦国息息相关 代表了战国时代对于秦国的这种普遍认知啊 他们是众年倒海和义不敌秦 这两个词的来源啊 是记录战国时代风云集会的战国策 他说的是齐国的一个辩士叫鲁仲年 他为了拯救被秦国围困的赵国 仅仅是出于道义啊 没有任何利益驱使的情况下 他单枪匹马去说服诸侯出兵 他为了表达对于秦国本质的认识 鲁仲年说了这么一段话 比秦者弃礼仪而上守公之国 权使其士 鲁使其名 比既势然而为地 过而为正于天下 则连游到东海而死而 五不仁为之名业 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 秦国是一个不讲仁义 专事侵略的野蛮国家 以权术驾驭臣下 视百姓如奴隶 如果秦国统一称的地 把秦制推广到天下 那么我鲁仲年就算是跳东海自杀 也绝不苟且做他的顺名 这两个成员后来都成了 中国人心目中反抗强权 绝不苟且的代称 实际上战国策里面关于 虎狼之邦天下苦行久矣 不乐为勤明之类的表述 数不胜数 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最著名的一场大战 长平之战 根本的起因是什么呢 就是韩国割让给秦国的上党郡 那你的百姓宁可投降赵国 也不愿投降秦国 就是宁可要赵国的护照 我也不要你秦国的护照 史记中的原话是这样的 秦以巴上党 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兆 天下不乐为勤明之日久矣 结果长平之战就这样爆发了 你想想如果秦国是今天的美国 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吗 上党军的百姓还会不会拒绝呢 众所周知啊 战国时代他不仅思想自由 行为也很自由 民众呢 他是可以自由迁徙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移民 话可以乱说 路不会乱走 民众愿意往哪里迁徙定居呢 其实最能说明他们的实际好恶 在主要记录秦国人言论的 商君书来明篇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就是秦王他感慨自己 国土虽然很广袤 但是却地广人稀 而韩兆为三国 国土狭小 但是却百姓众多 百事不得其解 就问大臣怎么回事 大臣就回答说 民不稀者 秦是弃而民苦也 就说大家看不上秦国的护照和护口 不愿意移民到秦国来 宁愿挤在韩兆位 就是因为秦国人 无论是是还是民 活得都没有尊严 很辛苦 这些史籍中的言论 在其后的考古中 其实也屡屡得到印证 无论是现在的礼业勤俭 月禄勤俭 碎地虎勤俭 等等 都有对秦朝言行刻法的这种实证 也记载了很多秦朝的底层民众 他为了逃避暴政 从秦国逃亡他国的这种 实际例子 由此可以看出 关于商鞅变法强国若民 战争机器的军国主义本质 在战国时代 就已经被山东的诸侯国 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尽管商鞅变法 让秦国强大了 但是却没有人歌颂 也没有人愿意笑发 现在我们经常说 中国人两千多年 没有超越春秋战国时代 诸子百家垫垫的那种思想 其实并不是中国人不失掌尽 而是大环境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 拒绝分封 设置俊线 彻底消灭贵族 让秦国人很快就强大起来 并且依靠和后世 法西斯军国主义一样的国家体制 统一了中国 但是这样的专制体制延伸之后 服从极权的需要 从此成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 对于国家而言 对于整个民族而言 恐怕就不再是服 而只是货了 一人的家添下 不仅扼杀了政治的活力 也扼杀了整个民族的活力 没有权力的制衡和内部的竞争 天下只会权辱横行 现在我们说 一个行业要繁荣 必须反垄断 行政手段去强制分割 甚至要立法分割 垄断不出 行业不新 但是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现代人类文明的政治制度的核心 事实上就是权力分立 政党竞争 地方自治 我现在要说秦国统一中国 是历史的大倒退 可能大家还有一点不能接受 那么你听我继续说 第三点 统一不一定代表进步 在我们长期被灌输的意识中 分裂就一定代表杀戮 离散 屈辱 而大一统就代表 强大繁荣 光荣 事实上是这样吗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大帝 陆续出现过一百多个 数得上名号的这种诸侯国 互相之间 征战无数 但是就算你数到秦始皇统一中国 所有这个诸侯国始于战争的人数 恐怕也远远不及 一个大饥荒三年造成的人口损失的 临头 而春秋战国时代 华夏民族闪耀出来的智慧光芒 和留下的文化遗产 却整整延续到今天 中国近代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是 哪个时候 北洋时期 恰恰是军阀格局的时代 即便那个时代军阀之间的战争不绝于图 但是和中共统一中国之后 普遍性的苦难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在华夏民族最暗淡 最示威的五胡乱华的那个时期 其实传统文明也从未断党 但是 蒙元满清统一天下之后 屠戮之外 国脉断结 文化掉毙 士大夫阶层 整体性能亡 疑惑至今 更不要说 中共统一 完全用邪教的手段来治国 社会精英传统文化 产出殆尽 其荼毒之害 胜于屠杀 所以 可以明确的说 诸如蒙元满清中共这样的大一统 它本质是专制愚昧 落后的大一统 是野蛮战胜文明 荼毒文明的范例 绝对是民族之害 这样的一统 它不如分裂 换句话说 分裂就没有一点好处吗 隔壁就是韩国 朝鲜 眼下就是大陆 台湾 同一个民族的天差地别 已经确凿无疑的说明 对于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制度的选择才是关键 一个统一的大监狱 远远不如分割成天堂和地狱 一个民族要追求长治九万 不能仅仅沉迷于 您做太平权 不做乱利人之类的 低级的求生观念 更不能热衷于形式上的一统 和表面的强大 但没有文明制度的保证 统一只是野心家的迷幻药 老百姓的断肠散 德国和奥地利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但它是同一个主体民族 希特勒也曾经打着第三帝国的光荣的旗号 把它统一了 然后呢 对两个国家都是祸害 回头看看 苏联这种超级帝国的分裂 是好是坏 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嘛 对于那些被他强制入伙的加盟共和国 对于东欧曾经的卫星国 对于那些曾经被他核讹诈的中国人 甚至对于全世界的和平 那都是好事啊 这样的帝国的统一 对外不断输出暴力革命 制造意识形态的对立 几乎祸害半个地球 无数的人头在他们乌托邦的实验中落地 为专制的盛行提供暴力的保障 简直就是人类文明的恶性肿瘤 毫不隐晦的说 像中共这样的流氓政权 习近平这样的残暴毒夫 他教掌的统一 不过就是扩大监狱的规模 扩大奴隶的基数 何曾对老百姓有一丝一毫之力啊 1919年之前的东北 被日本人建设成亚洲第一工业区 落到共产党手里 这几十年就衰败的不成样子 救都救不回来 1919年的上海 是远东第一大国际都市和金融中心 根本没有香港什么事 但到了中共手里也完全熄火了 好不容易在英国人葡萄牙人手里面繁荣起来的香港和澳门 一百多年的建设之功 到现在也是风光不在 那么还要让中共去搞乱台湾的吗 如果他们统一了台湾 那不过又是多了2300万被奴役的人民 对于普通的大陆人民而言 除了用血汗和生命去衬托这样的统一伟业 还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啊 所以我现在要说某些统一是历史的大退步 大家能想通吗 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次接着讲